HELLO 大家 欢迎来到大耳朵TV 各位今天分享我最常使用的10款Apple Watch软件 马上开始 第一款软件是这个Auto Sleep 那这个呢是一个付费软件 价格呢是2.99美金 那其实这款软件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当我们佩戴上手机 只要进入睡眠的状态 它就会自动的去监测我们的睡眠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它还提供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 就是今日就去状态 使用这个功能呢 可以让我们在睡前进行一分钟的呼吸运动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我们的身体和神经 然后更好的入睡 对于想戴着手表睡觉的朋友呢 这里有一个关于表带的小建议 首先不推荐这种运动表带 原因是非常的不透气 非常的不舒服 第二也不推荐米兰尼斯表带 毕竟是金属的材质 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最推荐的呢 就是这个尼龙表带 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摸起来呢也非常的软 OK 那么现在是晚上11点16分 那今天也比较累了 所以我现在要睡觉 那在我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Auto Sleep将监测我的睡眠的状态 那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第二天早上7点45分 Apple Watch准时通过震动将我振行 而打开手机 我们可以看到Auto Sleep 已经将我的睡眠数据 同步到了手机端的APP中 那么昨晚我一共睡了7小时45分钟 深度睡眠1小时30分 平均心率58BPM 整个睡眠质量为84% 那从天赶中下来呢 昨天晚上确实睡得还比较不错 那每次喝完水之后呢 我都会使用这个Water Reminder来记录饮水量 而且它会根据我们的身高体重性别年龄 对于每天需要摄取的水量提出建议 据说成功人士都有在早晨确认一整天日成的习惯 当然这种习惯呢 我也是有的 而通过在意天气可以方便的确认当天的空气质量 那这一天的AQI是R19 可以说空气质量非常的好 到底有多好呢 可以看一下这一天的空气质量 AQI是117 空气差到完全看不清远处的风景 那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下一个我每天都会使用的软件 是大家都在用的自带的天气APP 那今天温度很高 但是有雨 那我就知道今天该穿什么出门了 既然下雨 我当然也会带上这把高级定制的雨伞 那早上出门流入街头 开启了平反又不平反的又一个一天 下一个软件是这个地铁软件 它可以告诉我地铁的预计到达时间 因为这个只能在韩国使用 所以就不多做介绍了 各位可以搜索一下当地的相关的软件 应该是有非常多的类似的软件 下午3点03分使用CZM 识别了下办公室内正在播放的音乐 那为了演示钱包的功能 下办后我特意去了新华客旁边的伊迪亚咖啡店 那进来之后选择这个钱包的功能 然后把这个QR码提前准备好 付网款之后伸出左手 让他们往这上面挨扫就可以 那虽然在韩国是无法使用Apple Pay这个功能的 但是用这个功能可以方便地积累积分 那使用起来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OK下面要讲的是这个电话的功能 电话功能平常我是完全不会使用的 但是只有在这种刷网的时候 两只手完全不能用的情况下 我会使用这个电话的功能 OK那么现在来了一电话 我马上来接一下 不好意思 非常的方便 最后一款软件就是这个寄步器软件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今天走了8770步 一共行走了6.4公里 一共爬了23个台阶 那这款软件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免费的下载 然后让它在后台默默地监测 我们的步行的数据 所以我每天回家之后 没事就会打开这个软件 看一下当天的步行的数据 OK这个Water Reminder 又提示我要多喝一点水 OK那么今天就简单分享了一下 我每天在使用的Apple Watch的软件 那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点赞 今天这个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慢走